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像小龙做煤店这么多年 经常会碰到有一些那个朋友 他们平常喝的几千块钱一斤的茶叶 然后问小龙 小龙几只块钱一斤的茶叶可以喝吗 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有一些 平常喝几只块一斤的茶叶 然后问小龙 就是喝个茶而已 有必要喝几千块钱一斤的茶叶吗 是不是太浪费了 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我个人认为 不管你是喝几千块钱一斤的茶叶 还是喝几十块钱一斤的茶叶 实际上我们喝茶的目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小龙今天就给大家一起聊一聊 以下我们喝茶的目的无非就两种 第一种是带给我们精神上的享受 比如说 我们喝茶也是想通过喝茶去让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 然后呢去缓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 让我们达到这种比较高兴 然后比较快乐的这种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精神上的感官享受 另外呢 就是带给我们身体上的享受 它也是一样的 打个比方 无论你是喝多贵的茶叶 还是喝多便宜的茶叶 它茶叶的好处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身体起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美容养盐 比如说养胃 比如说酱三高 它这些等等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喝个几十块钱的茶叶 然后不好喝 也不要觉得说喝个几千块钱的茶叶有点浪费 这个完全是那个个人口感的问题 另外呢 就是我个人建议 只要说大家每天有喝茶 经常去喝茶 然后它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就是不可估计的 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慢慢可以养成喝茶这种习惯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拜拜